您看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 再傳出捷報 美國生技藥廠莫德納初步公佈的數據 顯示 公司研發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防護力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五的效果 再加上先前的黑瑞藥廠 美國在十二月份 就可能會有兩款疫苗 得到緊急授權使用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 將近一年 美國是疫情最嚴峻的國家之一 美國藥廠也卯足全力 希望能在秋冬第二波疫情來襲之前 研發出有效的疫苗止住疫情 莫德納生物技術公司十六號 宣布他們的疫苗後期事業 初步數據顯示 疫苗防護力高達百分之九十四點五 而美國疫苗開發計畫神速行動的疫苗 主管官員表示 莫德納的疫苗易於分發 尤其對鄉村地區非常重要 因為這種疫苗能在冰箱的標準 溫度下儲存一個月 超過先前所預測的最長七天儲存期 相較之下 輝瑞藥廠先前發布的疫苗必須放在超低的溫度之中 或使用乾冰以便運送 而兩家藥廠傳出捷報 讓美國在十二月有兩款新冠病毒疫苗 有希望得到授權緊急使用 2020年結束之前可能有六千萬劑可以施打 而2021年兩家藥廠更有希望產出超過十億劑疫苗 遠遠超過美國總人口 華視請用完整溫情畫的太報道 那麼高地的消費 最高級的消費 我不想說 都不會有很多問題